熊爬 台湾瓜 熊爬 台湾瓜 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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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其實也沒什麼特別 唯一的特別就是跟我童年 其實我有三把跟我童年 1965年的琴 那這把 這把是裡面最大的 這把琴其實是我最常彈的琴 其實買琴 第一個要看的是外表 因為好漂亮 然後第二個才試聲音 然後試手感 然後才會去看說 這是什麼木頭這樣子 那第一眼我就覺得 它好漂亮 是六七年前買的 我那時候看到我試 我就好讚這把琴 可是因為有點貴 我就買不下去 然後我後來離開那個店之後 整整三個月 我念念不忘這把琴 然後我就打電話回去問店長 我本來想說 如果賣掉就算了 結果竟然還在 緣分嘛 結果就把它買回來 這聲音很棒 這棵是 對我最久的藝 這棵的時候 我差不多三十幾歲 已經在做唱片 這棵已經對我二十幾年了 很新的 小明明 木頭的東西 茶的東西最怕濕度 你如果濕度管 那棵會彈掉 彈掉 彈掉就很難 他彈掉太久了 你又不能再 我都要放在防潮箱 不然就是 他的Case裡面 都要放乾燥機 我有個藝人 以前放在北京 北京 太乾了 都要加濕 所以這茶的東西 很... 很難熟 每天都看 都看得像秀妙妙 今天我們運氣不錯 這棵剛才嚇到尾巴 其實我... 我跟他又不太熟悉 很老的 看起來好像鼓鼓吵吵 這棵是1945年 Martin 017 他的特色是 聽他比較輕 很輕盈 聽他很緊張 我還要很輕鬆 很好聽 這... 老金 我現在都要... 加一杯的老金 人家說老金 要二手的 很好 其實碰營機 運氣好就買就好 運氣好就買就好 運氣好就採到雷 就繳學費了 但這棵很好聽 很輕 差不多已經幾乎八十年 才能把它打開 誰都把它打打 很有彈性 對 不會這樣烘烘烘烘的 這棵算運氣不錯 剛才叫我買到 剛才怕你叫 對啊 我禮拜家遵習修空啊 熊趴台灣瓜 熊趴台灣瓜